认识卖穷芳的人都知道啊 她有一个特别的爱好 逢人就问 您家有不要的衣物吗 可以给我啊 刚开始啊 大伙还怀疑她 这该不会是拿着我们的旧衣服去卖钱吧 直到看到她挑着衣物进山 才知道她这是在做善事 刚开始相里相亲的都不以为然啊 但是日子久了 大伙就都管她叫七大姐 通俗点讲 就是这人太傻 做好事也不知道回头 这么多年 她几乎是走遍了周边所有的乡村 带回来的孩子是一批又一批 很多人都问她 七大姐 你怎么都不放弃呢 麦琼芳总是笑着回答他们 总不能让这些孤寡老人 没人照顾 那也不能让孩子们吃不上饭 读不起书啊 凭着这股子初心 麦琼芳成了87个孩子的妈妈 而没想到这些孩子个个都非常争气啊 不仅出了二十几个清华北大的学子 还有许多在国外工作学习的 这么多年 总有人问她 麦大姐 你那么多孩子 有没有哪个 而让你觉得最骄傲呢 但是麦妈妈的答案 一直都一样 我的儿子 黄俊是我们家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说到黄俊 她的父母过世的早 九岁那年 她就被麦琼芳接到了家里 这孩子高中毕业之后啊 就去当兵了 就在黄俊当兵的第六年年末 她给家里写了封信 信上说 妈妈 我战友可喜欢你做的吃的了 今年过年 我们想一块回家 收到信之后 这可把麦琼芳给落坏了 每天都欢天喜地地盼着儿子回家 可是 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 麦琼芳收到了一封电报 让她到部队去一趟 到了部队之后 孩子没见着 却被带到了殡仪馆 只见两排战士 静着礼 连续